好 大家好 我的白 欢迎来到我的白话听一下 那么今天的话题呢 只能是国足在大年初一 就昨天晚上吧 三比一耻辱般的书给越南这个事情了 你们都知道的 我这个人呢比较容易上火啊 老是看不惯这个 看不惯那个 还常常没有风度的在那里骂来骂去的 但是今天呢 我不想骂国足 因为有的事情呢你骂了有用 有的事情你今天骂了根本没有用啊 国足就是这样的 国足现在倒也不完全说是什么 死猪不霸开水烫了 国足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有点像沈腾前天春晚演的那个老赖了 脸呢 确实已经都不要了 但最关键的是 很多老赖确实他也是没办法 欠在一个亿 你怎么可能还有脸呢 你骂他不要脸 又能怎么着呢 还不住就是还不住嘛 是吧 国足就是这样的 就这个死样子了 他自己要不要这个脸 反正我不知道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只知道此刻的我 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了 国足呢 现在越看越像一个晚清政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 因为你看 这个系统啊 根已经烂掉了 但上头呢 却还想啊 就维持这个机器的运转 以及自己的体面 接下来就像对一个已经病入高患的病人一样呢 一副一副的去开药 维新变法的药吃一吃 洋务运动的药吃一吃 假君主立宪的这个药呢 再吃一吃 政策呢 是一会儿一个样 朝令夕改 就终于是把这个大清朝的身子啊 给折腾坏了 就啪 一命模糊 国足啊 你自己说像不像 土帅用了 洋帅也用了 是吧 族行强权管理用了 适当放手给你们去弄一弄 这种制度也用了 内部改革呢 能用的招 几乎全都用上了 但是搞来搞去 搞到最后 发现教练不会执教了 球员不会提球了 国足的这个身子呢 也是在各种药性的相互作用之下呢 毒性彻底爆发 也跟大清朝一样 一命模糊 所以说你说像不像啊 这两个事物在不同的时空当中 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梦幻联动 因为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话 梦幻联动 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 社会学的案例 所以说看懂国足 从某种程度来讲 你就可以让你看懂这个社会啊 你这么说起来的话 国足倒也不是一无是处啊 但是 当我看懂这个社会之后啊 我还是想说 反正此此刻的我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啊 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了 当然有的人 懂足球的这个内行人 可能会安慰我说啊 大白老师 你也不用那个的啊 那个有个著名的足球评论人 张璐 之前就曾经讲过一个事情 就是什么呢 他说越南之前已经就放出话来 说要打败我们中国了 张璐说 越南人底气从哪里来啊 你就从他们的清训来 我们目前国内中小学生都算上 在踢球的这个孩子总共多人呢 就一万人 欧洲 英法得众国家多少呢 两百万四百万 是吧 到四百万不等 日本呢 一百万 那越南足球人口多少呢 二十到三十万 所以说越南那个底气从哪里来啊 就从这里来吗 他说我人种跟你差不多 是吧 那我就从二三十万人当中 我优中选优 我组十一个人 组个足球队给你打 你从一万人选十一个跟我打的话 谁更有胜算 胜算就来了吗 他说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范之义讲的 接下来我们要说越南了 他也不完全是一句气话 确实是客观的现实 也将成为一种必然的 你知道目前这个局势发展下去啊 不光这次得输了 你下一次再碰上 也难赢 所以说你要这么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那今天国足书越南 是不是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但是 哪怕能理解了 反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啊 此刻的我 还是那句话 还是觉得自己没有脸了 真那么丢脸啊 昨天晚上我看到那个 斗条底下有一个朋友啊 因为我写了一些文字嘛 就发生这个惨案什么的 有一些朋友给我留言了 说大过年的你还看什么中国足球啊 不要看股票 也不要看足球 我咋就不看足球了 眼不见为敬 那不就很好吗 像我这样呢 我实际上讲 确实也是糊涂 真是糊涂 国足已经伤我无数次了 照样还在那里看 有比赛还未看 甚至呢 我以为啊 国足已经烂到无法再烂了 那李肖鹏再这么折腾 也不会比理解更差了吧 但事实证明呢 我的想法是错的 然后啪再顶上去 让国足再扎我一刀 所以说你从表面上看啊 国足他就像一个超级大骗子 一次一次的欺骗我们球迷的感情 但是有社会精英的人都知道一个事情啊 一个骗子如果说骗你一次呢 那或许真就说明他是个骗子 只能说明他是个骗子 不能说明什么其他问题 但如果你是一而再 再而散的被同一个人骗子骗的话 你还不长记性的话 那只能说明呢 他是骗子的同时呢 你也是个傻子 中国足球 中国球迷之间的关系 你想明白了 其实就是个骗子跟傻子的关系嘛 而且还是一帮大傻子 对不对 但是对了又怎么样 想明白了又怎么样 当我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我最后还是想说 反正我身为一个中国人 此刻的我呢 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脸了 所以说关于这个事情 我就讲这么多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在评论区当中 随便聊一聊 好吧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天下 再见